太後悔了 我真是,從選這個主題開始就後悔到選這個隊 小佳實力非常強,公認的 但是我覺得主題比對手更重要 因為我自己對心理健康這方面思考的比較多 覺得自己現在的處境非常不好 因為他們的存在會直接否定掉我本身打算想的內容 他們的一些情況、人設、這種條件下 就會顯得我要想講的內容非常地膚淺和不重要 大哥哥好苦呀 碰到哪位三個 因為大家是不同的風格 然後大家氣質也不同,內容也不同 所以我現在鬥志還挺昂雅的 就是說想趕緊結束這個採訪 接下來這一個月是場硬仗 大家好,我是小佳 今天主題是聊聊有病 真正有病的上癌 所以大家看我講話和走路這樣有點奇怪 我這種病呢是先天性神經系統疾病 就是別人的病是努力得來的 我得來全不配功夫 我自從做脫口秀開始 收到很多觀眾的鼓勵 我上次演出完有個觀眾微博射信我 小佳 你好棒 你要給我好好活下去啊 我在想 你是看到我哪裡活不下去啊 我覺得這些選手吧 分成兩種類型 一種是文本型的 一種是表演型的 而我是感動中火星 就我整個成養過程一直被誇張而釀 但我很討厭這樣 你就感覺我這種人做什麼事情 身邊都會有掌聲和歡呼聲 就哇哦,他竟然考了班級第一 哇哦,他竟然會掃地 我那天在廁所 旁邊一個同學 哇哦,我說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我這種病特別容易被人誤會 我高中畢業第一婚暑假工 是在工廠裡打工 常一邊所有人都覺得 我是個傻子 只有同車間的一個阿姨特別好 沒有這樣說 一直到那天下班 阿姨拿著兩張一塊錢問我 這樣加在一起是多少錢 哈哈哈哈 原來在這等我呢 哈哈哈哈 三塊 哈哈哈哈 而且我這種人又有很多特殊待遇 就我這樣去面試真的比 別人省了很多時間 別人面試都會問一些基本技能啊 未來規劃 然後輪到我介紹自己的姓名年齡 面試觀眾會說 好的,你的情況我已經了解了 可以回去等通知了 我在想你都沒有我聯絡方式 你要怎麼通知我 花巡人啟示嗎 巡人啟示小佳嵐 身高一米五五 天生講話不太清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 請跟他講 他面試失敗了 包括我學生時代有很多異性朋友 他們的家教很嚴格 不能早念不能忘歸 但只要他們跟他們的媽媽說 我跟小佳在一起 他媽媽就會說 好的,那你照顧好他哦 我真的很奇怪 我朋友問了他嗎 為什麼其他男孩不行 只有小佳可以 他媽媽笑一下說 他,我放心 他給我一種 只想活下去的感覺 我也明白他媽媽覺得 我不會幹什麼壞事 但是我幹過 我闖過紅燈 就因為走路太慢 紅燈亮了 我還在半路 大概有多慢呢 就是我想扶老奶奶過馬路 老奶奶說 不了,不了 還是我扶你吧 而且我跟隔壁班同學吵過架 都還沒開始動手 教導主人就趕過來 我正準備解釋 教導主人說 你不用說了 然後指著隔壁班同學說 你也太過分了吧 你看你把他打成什麼樣 傷害性不大 侮辱性極強 我確實有病 但這個世界好像無時不刻在提醒我有病 我突然就想跟這個世界說 我們都有病 只不過我的更明顯一點 謝謝 我被太吸引了 三、二、一 請鎖票 掌聲在附近小燈 我根本被太吸引了 忘了投票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该笑的地方我都笑了 该笑的地方 什么意思 因为他一边讲的时候 我一边在想 我应不应该笑呢 还是不笑呢 结果后来我就觉得要笑的 就是好好笑 真的好好笑 对 可以大胆笑 今年靳姐和学东都是第一次看 我跟大老师已经见识过了 非常佩服 他们也好有才华 今天你把我真的是笑死了 哎呀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能量很正的 就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一种态度 对 我觉得没有什么 是不可以开玩笑的 就是 你太熟悉了 你太酷了 我因为这个年头特别讨厌 就是在于我们好像越来越发达 但是其实我们能说的话越来越少 是 然后但是你当然说那句话 简直太酷了 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开玩笑 这个世界就不存在那么多难过的事了 我觉得了不起 他真的好棒 而且他一点都不删情 这点事太靠谱了 对 好烦啊 一点都不删情 我最讨厌删情 对 不不删情 他说其实那个 大家都有病 只是我明显一点 我觉得这被戳戳戳到了 我就觉得 是 我刚刚一进来说 我觉得你有什么病 我说我觉得脑子有病 对 就是真的 其实大家都有病 对 是 小佳已经给我们诊断过了 是 说实话 小佳你会有压力吗 我就觉得我演好就行了 然后晋级跟淘汰 就不是很重要 当然是想晋级啊 对 对 就是觉得把这个秀演好 好吧 恭喜小佳 获得了所有女生的大胖 谢谢 我今天其实压抑不是很大 我想把这个秀给大家演好 就好了 小佳的段子其实特别棒 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一个人能乐观到什么程度 可以拿自己的身体的缺陷来调侃 对 我觉得这个用心理特别强